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我是Susan 在《大紀元》系列社論 《九評共產黨》發表19週年之際 調查紀錄片《四億人的覺醒》 25日在台灣舉行首映會 廣獲觀眾好評 認為有助台灣人認清中共本質 2004年11月 《大紀元時報》發表系列社論 《九評共產黨》 引發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大潮 截至25日《大紀元》網站顯示 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 達到4.2252.0102人 全球退黨中深及著名導演李君 聯合製作的《三退精神覺醒運動》 調查紀錄片《四億人的覺醒》 深入採訪各國三退義工 如何在巨大壓力之下講述真相 向中國人揭露中共本質 令越來越多中國人精神覺醒 紛紛退出中共邪惡相關組織 台灣社團發言 中華民國自由通訊傳播協會主辦 電影紀錄片《四億人的覺醒》 台北放映會記語談之後 也將在台灣多地放映 在電影放映後的時段舉行名家語談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宋國誠表示 《四億人的覺醒》影片 是救助大家 從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牢籠 或是一個無盡的黑洞當中 我們能夠幫助脫離黑洞 尋找光明的方向 《四億人的覺醒》 和解體的路程上 大家還需要繼續努力 宋國誠說 他看到這部影片深受感動 因為這些三退的義工 幾乎是冒著一種生命的危險 在很艱難的環境裏 能夠造出 零四億的中國人覺醒 宋國誠提到 中共想要統一台灣 但統一真實意義有四點 首先 消滅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 第二 吞併台灣3萬6千平方公里土地 第三 將台灣2,300萬的人民 支入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之下 第四 將台灣真愛的民主體制連根拔起 台灣人將失去言論、集會、信仰等等的自由 所以台灣不能被中共統一 台灣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 名居正指出 當台灣人對中共邪惡明白越來越多的時候 台灣的安全就越鞏固 他說 台灣要面對怎樣的大陸 台灣人才最安全 最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沒有了中共 一黨專政埠證的中國最安全 所以如果說 我們能夠貢獻一己之力 令更多人三退 共產黨和平瓦解了 對台灣也好 對中國也好 都是最大的福音 觀眾陳怡新律師對大紀元表示 他感觸最大的是 中共本質在九平共產黨裡面完全揭露了 我們看到中國有很多耳工 冒著生命危險做勸三退的事情 也希望違反人類的中共能早日消滅 他希望透過4億人的覺醒影片流傳 令更多台灣人認識到中共本質 朱寶箱負責人陳美榮表示 他看完電影《4億人的覺醒》的感觸 就是在台灣有很多人對中共不了解 他們都還在夢裡面 有人還覺得中國大陸現在很好啊 我會推薦給我的家人 還有朋友來看《4億人的覺醒》 現場觀眾尤小姐對大紀元表示 共產黨是非常殘忍殘暴的 一定要滅亡 對於法輪功學員義工長期協助做三退 他覺得他們真是很偉大 就算犧牲生命 也在為他人付出講真相 台灣太民主太自由了 所以台灣人要感恩釋福 真的大家要團結 他認為 應該令更多 還完全被共產黨洗腦的人覺醒 一定要令大家覺醒認清中共 現場觀眾曾先生則對大紀元表示 他認識的一些法輪功學員 他們都是很有修養的人 這些人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們的精神和所做的事令我欽沛 他說 我們了解中共的邪惡 但是台灣大部分人都不一定了解 他們還是會親共 甚至有人是紅統的思想 他指出 政府現在這方面的宣傳和教育 令人民了解中共這方面的做法 現在都做得不夠紮實 所以台灣各方面都要去加強 公務員張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台灣不能夠當自己是局外人 現在就是中國要覺醒的時刻 我們今天中國有超過4億人覺醒是很重要的 他指出 為什麼說天滅中共 因為人民要中共消失 他說今天要令越來越多人能夠知道中共真相 事實上就是在幫助所有人覺醒 所以4億人覺醒還不夠 還要更多 這個就有賴大紀元報導 令大家更願意去了解 跟自己撤身相關的問題 他說 真正解決兩岸問題是令中共消失 中國民主化 台灣就安全 從事影片設計的陳小姐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想吞併台灣 不過一般人沒有注意新聞 根本就不會感受到 所以有人會對共機擾台沒有感受 只要每天覺得有一點點幸福的生活就好了 其實中共對台灣威脅挺大的 但是國民黨立委說 要親近中國 不要跟中共對立要友好 還亂說台灣人很可憐 但是從來沒聽到他說中國人很可憐 關心他們的處境 他表示 若在台灣遇到中國人的話 他有機會也會幫忙中國人做三退 從事公共機關工作的陳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黨性更大過人性很可怕 共產主義 只是說打破階級 實際上卻創造一個 勞不可破的共產黨員階級 陳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我覺得他們 尤其是在大陸這些人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 去講真相實在令我感動 因為在國外的話 坦白說 要做這些事情比較沒有什麼特別危險之處 就是只要有奉獻的心就行了 但是在大陸 可能要犧牲生命去冒險 甚至被迫害關押 他說 我覺得台灣普遍性的媒體 還有教育上 也沒有特別去講中共對台灣的危害 這一點是台灣的危機所在 現場觀眾陳小姐對達紀元表示 電影《四億人的覺醒》其中有一個劇情 就是他們去到景點去講真相時非常勇敢 真的是在這裡救人 看到那些被抓的義工受迫害 自己都流眼淚 對比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所受到的遭遇 他說 台灣人真是很幸福 大家應該把這些三退的消息傳出去 令更多人了解真相 主辦單位表示 紀錄片《四億人的覺醒》於台灣時間26日晚間9點 在乾淨世界平台Ganginworld.com全球公影 推動中國全民三退的高潮 同時為了方便大陸傳播 製片方也為中國觀眾提供影片下載地址 只限於中國大陸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中原 特約記者趙婷玉台灣採訪報導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